被告人于华英犯拐卖儿童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中三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61岁的被告于华英 沉色凝重 他先后拐走多达17名儿童 导致多个家庭骨肉分离 甚至有父母为了找孩子 一遇而终 据于华英在庭上供述 1992年因为经济拮据 他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出卖 获利5000元 从此于华英就开启了 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之路 法庭外聚集当年被拐卖的受害人 如今都已是成年人 但当年噩梦仍挥之不去 被告于华英在贵州 重庆 云南等地作案 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放过 而这名受害者 五岁时被拐走 成年之后不断搜证 成功将于华英送进法院受审 我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仇恨 我只想为我的父母讨公道 我也不知道他能判成什么样 我只想让法律制裁他 就是判决死刑的那一刻 我是第一时间 我那个眼泪我就掉下来了 于华英案25号跟一审被判死刑 但他当场表达上诉意愿 这起大陆社会高度关注的拐卖案 结果能否抚慰当年被迫骨肉分离的家庭 还有一段路要走 TVBS新闻正式为蔡英杰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